大家好 我是周庭 大家看到今天拍片的背景和以前有些不同 可能已經猜到 沒錯 今天我要拍我在多倫多的第一個Vlog 今天我會和大家一起去多倫多的動漫節 Comicon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去香港和日本以外的動漫節 所以很好奇想知道 究竟加拿大的動漫節和香港和日本的動漫節會有什麼不同 好 事不宜遲 出發 這次的節目是 各位贊助的提供 好 我現在已經來到多倫多的Comicon 非常之多人 我發現來到多倫多的Comicon 我遇到一個難題 是跟日本和香港很不一樣的 就是我開始會看到很多我不認識的美國動畫角色 平時都比較專注去看日本的動漫 希望這次來到之後可以增加我的知識 其實我也有看過少許的 我就有看過Iron Man的 Iron Man有多少集的? 兩集還是三集? OK 我有看過Iron Man的三集 我有看過Four的一集 之後我就沒有再看過 哇 這個是蔡馬良的卡 說起蔡馬良除了動畫之外 我連手機遊戲也有玩 真的非常毒 然後就是最近也有很多人討論的龍珠 因為他的作者最近離開了我們 所以看到也有非常多龍珠的figure和玩具 還有因為香港的動漫節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動漫電玩節 就是說他除了動漫的corner之外 很多都會是一些遊戲的公司 但是這裡我暫時以我的觀察 都是真的以動漫為主 雖然不是說只是日本動漫 都會有很多Marvel或者Avengers 那些美國的作品 遊戲都不是沒有 但是好像沒有香港的比例那麼高 是我的英雄學院 哇 這個也挺高質 而且也挺恐怖 中間很多毛的是誰呢? 現在發現周圍都是Star Wars 但我是沒有看過Star Wars的 我發現到這個安亞和邦 還有這一季非常多人看的 葬送的福利連 葬送的福利連 好像說到福利連 其實我今天是有一個小小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作為第一次來多倫多動漫節的紀念 怎麼都說小小手信回家 但我暫時還沒想到 究竟買些什麼好 來到動漫節 當然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一陣子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看的新版 就是去年10月新版的《藥師少女的讀語》 它是一套以古代為背景的推理偵探作品 但是它又有愛情的元素 又有懸疑的元素 我是一個超級喜歡看懸疑作品的人 無論是小說還是動畫作品 所以這一套《藥師少女的讀語》 真的很適合我的心意 非常之推薦大家去看 又要和大家介紹 我這一生人看過這麼多動畫面 我覺得數一數而高質的動畫就是 Fate的系列 當然認得 這個是Fate的金閃閃 這個是Fate的Lancer 這個是大名鼎鼎的Sabre 又是沒看過這套動畫的朋友 推薦大家現在立刻去看 不知道大家來到這些動漫節的場合 有沒有和我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你看到那些標誌 還會非常之非常之想買 因為它實在太美 但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土地問題這麼嚴重 你買了一個標誌回家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會沒有位置放 就只能夠收在衣櫃某一個森柱 要是你就索性不要買 所以這幾年 我都是完全沒有買過新的標誌 在來加勒大之前 我也是把一些我舊的標誌放走了 雖然是心如刀割 也很捨不得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拿不到太多東西過來 但是希望現在住在加拿大 接下來都可以有些新的收藏品 這個超級可愛 是抹大口的寵物小精靈系列 你看看 皮卡超的口多大 為什麼皮卡超可以這麼瘦 想不到這裡連餐具盒和水樽都可以賣 全部都是宮崎進系列 話說最近日本有一個宮崎進的主題樂園 應該是最近開網 或者快要開網 如果有機會去日本 我也很想去一下 想不到可以在這裡看到紫相告訴你的 精子 我已經忘記了它原名 我只記得它叫精子 它接下來出第三季 我是超級超級超級期待 其中一樣 我想無論是哪個國家在動漫節都不少得的產品 就是這一類尾巴 或者耳仔類的東西 我想起我以前很小時候去香港動漫節的時候 我是曾經買過一條尾巴回家 你現在問我究竟那尾巴有什麼用 我完全說不出究竟有什麼用 總之我就買一條尾巴回家 當然還是沒有帶過那條尾巴上自己身 我臨來加拿大之前 我在香港就收拾房子 因為要搬東西過來 我收拾房子的時候 竟然找回我當年買的尾巴 最後當然它已經去到田區了 所以我這個故事是用來警戒大家 購物之前請三絲 這個是有企鵝的尾巴 如果有企鵝就真的完美 其餘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尾巴 我突然想起一個跟動漫節有關的故事 話說以前我在香港動漫節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檔是賣臨時紋身的地方 然後我就在一堆紋身貼紙裡面 就竟然找到我最喜歡的一套動畫 就是Face Zero 九倍上面那個令咒的紋身貼紙 那時候我最喜歡的Face Zero角色就是切字 我覺得它真的很帥 而且我很喜歡這些很帥的大叔 然後我就把切字的令咒買回家 還把它貼在我的手背上 然後我還貼著紋身貼紙 走去拍攝兌身 我那時候是在餐廳做拍攝兌身的 還有這個啡色的款 還有耳朵 我想起我家的睡衣都是有耳朵的 我平時都是戴著耳朵睡覺 還有黑色的款 還有黑色的款 很漂亮 但是這個擲帽45元一頂 好像有點貴 不是很捨得買 好來到剛才會場的樓下 這裏應該是比較多角色聚集的地方 那我後面就有個舞台 他在搞一個角色的比賽 但是由於我太矮的關係 我完全看不到上面的角色在角色 希望可以拍到幾個照片給大家看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泰國餐廳吃飯 竟然有人叫了這個 蟲蛹 叫那個人是誰呢 就是我自己 我一看到蟲蛹 我就覺得很想吃 難得來到加拿大街要吃一下這些 人生第一次的蟲蟲料理 旁邊還有這個 炸田雞腳 這個不是我想點的 不過我想我也可以試一下 你看到嗎 這顆就是蟲 嘗試單吃蟲 看看是什麼口感 我不客氣了 好好吃 好像炸花生 這個是蟲 這裡有花生 我跟花生差不多 現在我試一下整塊吃 因為它是整塊鹽應該是可以整塊吃的 很好吃 它是很脆的一粒豆 是不止蟲的 各位如果去泰國都可以試一下 好我們今天這條動漫節vlog就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旁邊的小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下一次出的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我 可以買個回家